哈 我覺得很高興可以得到台北文學獎 這是2021年我第一個文學獎吧 然後我沒有想到會得到台北文學獎 因為這篇作品對我來講 比較不是熟悉的套路 總之我非常感謝評審們的肯定 跟家人朋友的支持這樣子 我一直想講的消失空間 我最想要跟大家講的是 其實在我們好像很快速變遷的年代裡面 其實會有一些東西是變遷之後 我們就忘了它 但其實那些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像是裡頭講的匿名聊天室啊 或者是遊戲式的虛擬聚落 這個現在其實也是有存在 但是大家好像都把它習以為常了 只是它的型態改變 到底改變人類的生活什麼 好像沒有人去討論 我想要去討論這件事情 一句話形容今年的得獎作品 空間會消失 但是我們人處在裡面是不會消失的 所以在消失的空間裡面找到自己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的靈感大部分都從日常生活 或是過去自己生命的歷程來的 所以疫情對我來講沒有那麼多的影響 但是反而疫情給我的是比較多的寫作時間 然後跟創作的時間這樣子 我覺得反而是因禍得福 然後變成是個轉機這樣子 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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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